7点27分早安气象时间 观众朋友要营州新的一周了 不过呢在北部东半部局部地区 可能要先占别暖秋阳 我们先来看到主要就是因为 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所以迎封灭地区 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降雨几率提高 云量也变多 温度同样也下降一点 但是好消息是 这一次滴滴答答的天气 并不会持续太久 礼拜四一直到礼拜六 又会恢复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但是呢礼拜天又会有一波 凉冷空气暴到 首先带你来看到 在昨天下午东北季风逐渐增强之后 以台北市的温度来看 在昨天高温来到27.2度 感觉是比较偏暖的 但是呢现在也慢慢的缓步下降 到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 降到了23.2度 今天整天感觉起来都是像这样子凉凉到舒适的天气形态 而仔细的来看一下未来一周的一个温度曲线呢 北台湾地区的观众朋友会提醒您 在周三前要注意一下保暖哦 整天都是一个比较偏凉的天气 不过周四开始到周六刚刚提到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所以呢各地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 会是比较舒适到偏暖热 不过到了礼拜天又会有另一波凉空气暴到 所以北台湾温度又会再稍微的下降 所以说好天气的话可以好好把握礼拜四到礼拜六的这段时间 但是中南部地区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还是一个比较白天偏暖 但是早晚比较偏凉日夜温差大的一个天气形态 那么详细的一个温度数字也带您来看 在今天北台湾台北宜兰的高温在23度 明天24度 新竹以南地区普遍还是在27到30度 但是就要留意走往温差像我刚刚提到的 可能有些地方会差到9度 甚至像嘉义会来到10度的一个温差表现 而回到今天的一个水汽呢 也是不是太多 而且这一波东北季风比较偏弱 所以说只有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 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但是雨势也不明显 不过还是要提醒 在花莲沿海地区还有宜兰地区 可能还是会出现累积型的一个较大雨势 不过在新竹以南 今天还是太阳公公持续上班露脸打卡 而另外呢 还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中南部地区空气品质并不是很好 尤其在早晚的时候 这几天可能都还会有一些浓雾的影响 有雾的地方空品也不会太好 特别是云嘉南还有高品地区 有些地方已经亮出了橙色提醒 午后受到光花作用的影响之下 空气品质还会再更糟 所以说要特别留意的是 空气品质的威胁 还有早晚的时候 机车组以及驾驶朋友 您上路的时间后 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стоит个按照为您的注意安全 您要注意安全 谢谢您的视频 您的视频 您的视频 您的视频